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中国出台了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的限制政策 一时间让大家慌了神 而就在5月23号 中国移民局编检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 在疫情会议中明确了该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 与此同时 上海普通机场已经开始实施了严格的出境管控 更有网友自曝 出境遭遇严格盘查 甚至差点被劝反的经历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具体详情 移民局编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介绍 当前疫情仍处于全球大流行阶段 病毒不断变异 输入病例较多 国际旅行的风险依然较高 外防输入的形势依然严峻 短期出国 有出即有入 国际航班尚未全面恢复 短期出国人员如果滞留在境外 将增加染疫风险 给个人和家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移民局提醒有相关计划的人员 充分考虑疫情期间 国际旅行的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尽量做到非必要 非紧急不出境 切实保护个人健康和生命安全 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战略成果 根据移民局的部署要求 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将继续积极保障服务境内外企业 中外人员复工复产的需要和其他合理的出入境需求 总结下来 中国移民管理局给出了更为明确的清单 清单中规定了到底哪些情况是紧急和必要 在这份清单中 以下是有属于可以出境的紧急必要情况 对出国境 参加防疫抗疫 医疗救助 运送救灾物资 运输生活生产物资 参与重点工程项目 及有组织的劳务派遣 就业 从事商务 科研 留学 考试 学术交流活动 就医 照顾探望危重病人 处理亲属丧事 照顾老人儿童孕产妇 参加亲属婚礼毕业礼 家庭团聚 处理境外突发紧急情况等 必要是由以及其他处理紧急个人事务的 移民管理机构将及时审批出入境证件 对情况特别紧急的 还将提供绿色通道的便利 既然以上情况 中国政府支持旅客出境 甚至还会提供额外帮助 那自然还有很多情况 将会不符合紧急必要的清单 强行出境可能会面临被劝退的可能 比如有跨境犯罪违法的旅客 会被列入阻止出境的黑名单 移民管理机构强调 将会继续强化安全风险的提示 依法加强出境管理 那么对申请前往战乱动荡 局势紧张 治安不好等国家和地区的 加强提醒劝导建议 斩布出境 对持用假冒骗取等无效证件的 依法阻止出境 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涉嫌出境从事电炸 赌博以及涉毒涉黑等活动的 依法深入调查 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 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秩序 当然出国参与违法活动的 毕竟在少数 大多数人出国则是探亲旅游为目的 但很遗憾 这类人群也在劝退行列 因为目前组团出国旅游活动 仍然处于暂停状态 中国政府对此事既不支持 也不鼓励 以上政策虽然才被官宣出来 但其实中国各大口岸机场 已然开始严格执行 一位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 想要去新西兰的华人朋友 在网上分享了其艰辛的出国路 他回忆说 出海湾时 编检盘问的非常仔细 并且问了很多问题 同时在他前面的一位男士 是从新西兰的大学毕业 在新西兰待过几年 回国几年后 现在又要去新西兰 编检让他把这几年的教育和工作经历 说了个遍 轮到网友本人 编检员问了他 为啥去新西兰家人是什么职业 孩子在哪里上学等等 还问他为什么要拿新西兰的电子签证 而不是纸质签证 这个问题 一时间还真是让网友回答不上来 又到了他边上的一位男士 是商务出行 他护照上有不少的签证 编检员指着护照 让他一页一页的 把护照上所有的签证 都解释了个遍 去哪个国家干什么去的 同时他还补充到 他加了很多出境的微信群 在群中 大家分享的消息里 每个航班都有被拦下来的人 现如今每个出境的旅客 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还带了很多的补充材料 看了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公布的执法政策 同时又听了上述网友的爆料 小编深深的觉得 现如今从中国境内出国的 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搞不好就会被劝反滞留国内 所以近期要回国的朋友 还是要三思而扣行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